嗨,大家好,我是肉丝石金霞 是,今天我们来比较两个通知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关于调整自美赴华人员最后一次核酸检测实现要求的通知 另一个通知呢,一会儿我们再说 我们先看这个通知 我相信我们很多在美国的华人都像我一样 很思念国内的亲友 心心念念的都在想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一切恢复正常 然后我们可以毫无阻碍的正常的两岸往返 可以回家呢,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家人 亲人,朋友,是吧 哎呀,真的是盼了好几年了 真的是盼了好几年了 眼看着就,像我的话眼看着 这个,这就三年快过去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啊 就是,可能都是已经好多年啊 就是没有回过家了啊 没有回过国了 没有这个感受过啊 这个亲人朋友的啊 这种可以手拉手肩并肩 那种体感上的温度啊 虽然每天都在联系 但是,不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当我看了2022年4月15日 10点,晚上10点07分发布的这个通知之后啊 我知道,距离我回家的这个 希望又渺茫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通知啊 他说从2022年4月22日起 自美国出发 复华人员登机前检测 要做出一系列调整 主要包括 双核酸检测 或核酸抗体双检测中等 最后一次核酸检测实现 由登机前48小时调整为24小时 原来就我就不可能实现的 几乎是 现在呢 又由48小时调整成了24小时 并需在登机前12小时内进行一次抗原检测 这个24小时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还不够 还要在登机前12小时内进行一次抗原检测 下面呢 还讲了啊 健康马引入了蓝马概念 天哪 红马绿马之外又来了个蓝马概念啊 自美赴华乘客出登机前12小时内抗原检测外 其他检测结果文件提交驻美使领馆审核 合格后获得蓝马 凭蓝马加12小时内抗原检测报告登机 也就是说你还要有一个审你的其他的其他的检测结果 还有你的文件要提交使领馆审核合格了之后使领馆给你发一个蓝马 然后你要拿着你的蓝马 凭你的蓝马以及12小时内抗原检测报告你才能够登机 而绿马呢绿马继续存在 绿马还继续存在 另外呢还有如果你是既往感染病史人员 还有额外检测要求 以及呢你是精美转机人员的检测 还有额外的要求 回国之难呢 难于上晴天呢 所以啊就是我真的是我也不想了 我已经放弃了真的 就是这种政策一日不取消 那这个可能我就不回不去了啊 真的这几乎是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就是也就是大家注意啊 就是你登机你都几乎达不成了像这样 更何况你登了机之后你回了国落了地之后 还要拆盲盒一样的去隔离隔离呢 然后再有每天的核酸检测 然后天哪 所以呢有的人回了国之后 那不是三个月被隔离了三个月吗 隔离了三个月 你想想什么概念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第二个通知 第二个通知是什么呢 是美国的通知 美国的通知啊 是这样的一个通知 是啊就是 在美国的啊 这个政府宣布啊 撤离上海临时管工作人员 这个我前面不是讲过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 那么进一步啊 进一步说 从上海撤回美国的公民 以及永久居民 以及移民签证持有者 及随行者 临时开绿灯 不需要遵守此前CDC CDC就是美国疾控中心啊 所发布的凭 阴性核酸报告 登基赴美的规定 大家听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要从上海赴美啊 那你像我们一般 我们都是乘飞机 回美国的话 我们都是一般上海 在上海坐飞机的会非常非常多 是吧 那么如果你是从上海赴美的话 那么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哈 你是什么义啊 那么你是你是你是 你是这个无所谓 只要你是美国公民啊 或者你是永久居民啊 就像我这样啊 有绿卡啊 就是是永久居民 还有呢 你是移民签证持有者 就是你已经办了离移民了 啊就是你你 比方说你你什么移民 什么移民 然后呢 你有这个移民签证 以及随行者 因为很多移民 他是可以呢 就是带那个带带 带家属啊 带孩子啊 这些都属于随行者 临时开绿灯 开什么绿灯 就是不需要再遵守此前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 凭阴性核酸报告 登记赴美的规定 那就是之前呢 之前啊就是 他也要求你要有一个 核酸阴性报告 但是现在他不要求了啊 也就是说 对于在美国啊 这个东部时间 2022年5月11日 23点59分之前 离开中国上海的个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已宣布美国公民 美国国民合法永久居民 持有有效美国移民签证的 外国公民与美国公民 或绿卡一起旅行 并持有允许他们前往 美国的有效旅行证件的 非移民类的外国公民 在前往美国的航班登机前 无需提供COVID-19阴性检测证明 或康复文件 全部都不需要 只要你有签证 只要你的这个护照允许 只要你有机票 那么你就可以登机前往美国 说啥好呀 我真要哭了 我真要哭了 真的 大家去想一想 为什么 是吧 很多人们都说呢 为什么人们都要去美国 是吧 都想着去美国 他美国就是美呀 是吧 你不服不行啊 是吧 假设此时我在中国的话 是吧 那我只要买了一张机票 我要从上海回美国 那么我不需要做任何核酸检测 那当然了 前提是我得冲过那重重中国的关卡 美国就欢迎我回来 所以说 即使 就像美国现在 拜登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吧 什么能源部长 是吧 什么交通部长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几星的将军啊 什么不男不女的这些东西啊 这个就是说 他们左派的就是在 在这个什么性别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看他这些东西 保护自己的公民 自己的居民 以及啊 获得移民资格的 那些外国的公民 他向他们敞开怀抱 这些呢 他不变 无论是谁执政 无论是拜登执政 还是奥巴马执政 还是川普执政 还是 还是谁执政 他都不会改变的 可是呢 可是你要是中国呢 也是不会改变的 无论谁执政都不会改变的 就是我们都在太阳底下 是吧 同样的肤色 不同的待遇 因为 他所要去的方向不一样 因为他所归属的不同 因为他背后 是吧 背后要保护他的 和背后要伤害他的 不一样 以前呢 我们很多人都说 历史上都是告诉我们 说我们中华民族被欺负 是吧 中华 中国人被欺负 因为我们的国家 太弱了 是吧 就是你要弱小 那就是 所以你就会被欺负 因此一定要 国家要强大 国家强大 我们就有靠山了 现在你发现了没有 事实是 你的国家强大了之后 你的国家强大了之后 你被欺负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了 因为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 他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这个国家对待 这个国家的纳税人 和别的国家 对待那个国家的纳税人 他也不一样 所以 如果你还在犹豫 如果你还 有一种幻想 看看这两个通知吧 把我这个节目再听一遍吧 然后 做出你的选择 哎呀真的 美国被称为山巅之城 这个是 这个是 有他的 有他的 背后的 深厚的 深厚的基础的 所以我对美国 我对美国不绝望 真的 因为美国还有那么多的基督徒 因为美国的每一个总统 都是首按圣经 宣誓成为总统的 因为 美国他也不是 由一个总统就能说了话 就能算数的 他不是一个党 不是说民主党就算数 共和党就算数 他 他有制衡 他有 他有批评 有人说 你们既然老是批评美国 美国不好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去美国呀 因为美国 他 有你批评美国的自由 因为美国 他 也有 你去 爱他的理由 所以 我在美国等你来 哈利路亚 愿上帝 祝福大家 愿上帝 祝福美丽坚 愿上帝 祝福这个世界 祝福我的同胞们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